我买了小餐包 原来有好多 结果我自己就这样干吃 就吃了一半多了 我本来是打算做牛股 早餐的 这种东西真的一圈很容易吃 稍微在冰箱里拿出来烤一下 我这次买了这几个牛股 我觉得都还行 我刚刚还夸了一张 这咋就变成这样了 经典的牛股鸡蛋酱 我还夸这个牛股 但是其实它好像并没有很软很熟 就看一下 当烤的面包 好啦我的早餐今天就在这吃吧 作为一个 感觉看起来还比较好吃的样子 然后泡了一个红糖水 第一次尝试不知道好不好吃 收到一个包装很精美的东西 大家应该看觉得像是像首饰 其实我已经偷偷打开过了 它是一个香氛 是喜业同款的一个香氛 是质子花的 质子花开呀开 质子花呀开 下 encanta !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超楼蛋 我今天来到的 哇 后面的太阳好好看 我来到一个新的商场 你想吃到吃饭去吗 烧鲜草 树一烧鲜草 这牌子好大 吃饭 那就没成都菜了 你想吃成都菜 那不吃了 去 我跟你说一会去晚了就要排队了 那家店 你这么多人 因为你去晚了 你 69年 这么多 我跟男人吃小伯蜜 小伯蜜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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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大伯 大伯 you can open up to me show me what's inside mother nature made us to intertwine lavender elixir so full of pheromones give me one taste and you're gone what if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thoughts what if my seasons don't change what if you forget to forgive me not and we fade awayyou're my little flower blooming in the night only for an hourthe northern lightsmy casablanca sweetheartnectur so divinebaby you're the best part 朝来春日 hung 那天买的这个蘑菇衣面青 blows 我想尝一下好不好吃看要怎么做啊 这是奶油椰面酱 奶油蘑菇酱 这一面就这么点啊 快速做了一个面 这边因为我觉得没有青菜 我就烫了点那个铜薅 然后这边是蓝莓 这是蓝莓和清零泡的一个水 大家有吃到好吃的一面吗 就最好有酱包 就是一面的酱包比较好吃的那种 大家推荐给我 其实我还挺喜欢吃一面的 但有的时候就会很懒 累死我了 刚刚去搬了一个大店回来 超级累 是明记的一个显示屏 邀请我体验的 但现在我搬上来蹲在这 我就看了好久 我在想 我一个电脑小白 电子小白真的能把它装起来吗 我先看一看 先把它拆开看一看 这个屏幕应该会很大 因为这个箱子真的看起来就好大呀 这个屏幕真的超级大 有27寸 看起来应该会很爽 看剧啊什么的 然后这边是些零件 我打开看一下说明书 我有看见像说是可以外接 笔记本啊 ipad什么都可以的 我正好是投入ipad嘛 然后想要试一下 我先研究一下 然后再开始装起来吧 安装好喽 耶 超大屏幕 好爽啊 我连接的是ipad 我平时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在手机上 我就是在平板上剪视频 但是如果我的视频都很长嘛 剪久了真的会有点泪眼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屏幕上 剪视频真的非常的舒服 而且它这个是可以根据你环境 周围的环境光源 变化进行调光的 剪视频时间长了也不累 对我来说我觉得 是一种享受的现在 而且它现在是内置音箱的 就不需要像其他屏幕一样 你去额外的再去买音箱 所以它自带音箱也不占地方 就一个屏幕放在那里 就完全就可以了 唉 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 什么那种万粉啊 百万粉啊 我再升级一下我的设备 现在就是来体验一下 这种大屏幕的快感 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才能体验到这种大屏幕剪视频 我刚刚剪这段视频的时候才发现 在大屏幕前剪视频显得我像一个比较专业的博主 但其实我用的只是那种 小白都会用的视频剪辑软件 大家都知道的那种 我还没有用过电脑上那种比较专业的视频剪辑软件 真的设备升级一下才会享受得到 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这部剧啊 我已经迷上了 我跟我大学同学就是边看边在微信群里聊 就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都会喜欢上羊羊 之前是微微一笑很清晨 我还看过旋风少女 就是我发现它这部剧更成熟 更有魅力了 真的是每个年龄段都会喜欢上它 我家里是没有电视的嘛 有时候晚上会用投影仪 但是投影仪其实白天的时候效果并不好 所以如果有了这个屏幕之后 我白天也可以看到大屏幕去包具啊什么的 而且它的色彩还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画质也非常非常的好 它内带的音响 我有时候也会干活的时候把音乐给放上 那个音响效果也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非常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才让我有机会体验到这么棒的产品 就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 品牌爸爸也不会看到我 我也不会接触到原来还有外接屏幕这回事 而且这个屏幕原来是这么爽这种大屏幕 就激励我更加的不断的努力的去学习啊进步啊 这样的话你会你的生活才会有可能体验到更好的产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图片 就是书房里有两张桌子 老公在忙或者玩游戏 女主人在包具或者是办公 我觉得这种氛围就很棒 然后两个人是一起努力的 也希望将来以后大家都能过上自己 想要的生活 今天体验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幸亏垫了一个垫子 刚刚一丝全掉 先提前把它泡上 我再去化眉毛 这样的话一会喝的时候不会太烫 夏天真的太热了 我这个早上的厨房真的巨热 哈喽大家 我今天早上牛油果忘记拿出来了 用牛油果放冰箱里 它就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它有点冰冰的 然后我就没有就直接做了用蛋黄酱和煮熟的鸡蛋 加了黑胡椒做了一个鸡蛋酱 然后抹到面包片上 然后这边是今天是黑芝麻豆乳粉 哈喽 所以一直戴戴这个感觉真香 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松 我的镜子好脏 用的话就很方便 也不会这样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每做的那个水果花茶 这个位置我特别喜欢 不过都是单子的架子 这里是逐水服的位置 下面这里是咖啡机 这里附水服 哈喽各位 终于可以在镜子面前跟大家打招呼 看一下我今天穿了什么 裙子我最终还是留了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是穿起来有点温温 就是有点温柔的感觉 而且料子很舒服 穿起来很轻快 很适合这种三幅天穿 今天涂的是416 416什么的416 YSL那个唇釉的416 就比较适合夏天那种 有光泽感的那种唇釉 我现在上班就是涂一个防晒 涂一层那个黑眼圈我都不折了 涂了一层气垫 然后画个眉毛就结束了 好了拜拜 在门口插一下我在天猫买的东西好了 买了两罐牛奶留着做酸奶用的 然后因为我吃这个太好吃了嘛 猪油拌面又买了三盒猪油拌面 哎呀倒了 然后南昌拌粉也凑单买了点 买了两盒南昌拌粉 我还没有吃过南昌拌粉 今晚尝一下这个南昌拌粉 然后我又随便搜素食的时候 又搜到了这个 他们说这个还挺好吃的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可以帮大家尝一尝 叫粉耗子还什么 说是甜辣口的 买一个这个 然后这是我翻盘一分前的一个垃圾袋 两瓶这个气泡水 这个还挺好看的 我有在视频里看到博主喝 我觉得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这个瓶子 很高端的样子 然后就买了 小罐的一个多分的磨砂膏 我想用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用 因为我 我之前那个磨砂膏用完了嘛 然后一直再没有买过 然后现在多分不是就很火吗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小罐的 回来试一下 没想到的这么迷你 14块钱这么迷你 大家觉得这个好用吗 然后就是天王超市买这些东西 就简单给大家看一眼 南昌拌粉的粉是这样的 这是油 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的料包还挺多的 山野 我看这个怎么吃 我没吃过这个 冷水下锅大火煮水开后10到15分钟 加入干净热水和 葱花搅拌再加热水倒出 洗净米浆同时泡花 泡发葱花 加入所有配料 好麻烦呀 我不知道这个南昌拌粉和猪油拌粉哪个好吃 但是我现在不能吃辣椒 所以没有放辣油 这是我烫的同号 因为我觉得不吃菜不行 就把剩下的同号给烫到里面了 让我来尝一下 我觉得没有猪油拌粉好吃 我喜欢猪油拌粉 哈喽大家 刚刚吃完早饭 我一吃多了就会 好不想上班啊 就想瘫着 但没办法 我今天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去做 必须早点到办公室 然后今天的穿搭就是 一个防晒衫 我现在这是一条就是背心裙嘛 我已经就是胳膊胖到不能 我已经很久没有穿这种无袖的裙子 所以我穿这种裙子 一定外面会搭一个内搭 裙子是很早之前买的 黑色的已经没有链接了 然后这个防晒衫也是很早之前买的 就是这种黑白的就百搭和永久经典 所以就就还能穿这个衣服 这一套大概我觉得应该有四五年了 真的 好啦要去上班咯 我最近比较就是比较后知后觉涂这个 也不是后知后觉 就最近经常涂这个 这个是全素武装的一天 超热 同志们 真的 同志们 我今天晚上叫了外卖 我好久没有吃麻辣烫了 然后今天晚上叫个麻辣烫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来姨妈 可能最近就会浑身懒洋洋的 特别不爱吃 做饭也不爱动它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 就可能也是以姨妈作为借口吧 然后今天晚上叫了一个张亮麻辣烫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麻辣烫了 你们麻辣烫必点什么呢 我都不知道该必 我其实没有什么必点的 我也不知道麻辣烫里什么最好吃 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就一个这个吧 叶芝 我还挺喜欢喝这种椰奶叶芝的 好久没有喝了 干杯同志们 干杯 好爽 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我们学校的那个广式拉肠 就麻辣香锅和麻辣烫里面的 广式拉肠特别好吃 但是回来之后感觉吃的 都没有我在学校里吃的好吃 今晚想做一个薯片鸡翅 我觉得薯片都准备好了 现在先把鸡翅提前先腌一下 处理一下 加点生抽老抽 我没有 我没有那个生抽老抽 一般就用红烧酱油 然后加点蚝油 按压 这个蚝油 我一直要去买那个 按压蚝油的那个泵 我也没买 然后再准备一点 奥尔良的那个腌料 把它包起来 然后放到冰箱里 哈喽各位 今天早上因为早起到办公室有点事 所以今天早起的比较早 然后先去趟把东西放下之后 然后我再吃早饭 所以就没有涂口红 但是我今天穿的这身就很休闲 一个纯白T 因为上面有点单调嘛 然后我就系了一个丝巾 下面的T恤我是这样 就是用皮筋把它扣在了里面 这样就营造 小心的营造一种上短下长和上紧下松的感觉 然后下面是我买了一条裤子 之前没有出现过 是适合夏天穿的一个拖地裤 它是带松紧的 这一点可能就是对身材 身材要进行比较高的一点 我买了个M号 所以它腰比较的宽 还好是松紧的 但是买大一号的优点 就是这个地方不会紧紧的 扣在上面会不好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裤子 现在来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而且超舒服 超舒服的这个料子 比我之前穿那个西装裤的料子 要舒服超多 涛及时刻夏天 所以我今天这一身 就是很简单的黑白配 然后为了点缀加了一个丝巾 就上班穿还挺简约 又很舒服的 下面再穿一双小白鞋 脱着穿一双小白鞋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穿搭就这样的简单 拜拜 今天晚上来拍来做那个叫什么鸡翅 叫什么鸡翅呢 什么鸡翅薯片鸡翅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鸡翅给 把这个薯片给敲 敲碎 现在包装弄个眼 好解压呀 好爽 这是我腌好的提前腌好的鸡翅 然后 就要剁一下 腌好的鸡翅 然后蛋液 淀粉和敲好的薯片 首先呢 这是腌特别入味的 入味的 然后先蘸一下 淀粉 然后再蘸一下蛋液 完美 然后再蘸一下薯片 这个蘸满 蘸满 多蘸点 然后呢 把它放在这种 上下架是通着的这种架子上 这样的话上下它都能烤得上 重复以上动作 这是我之前买卖片赠的一个 带餐买卖片赠送的 今天正好来加班 试一下 哎呦 之前从来没有喝过 加凉水 看ảль 接近来 都要吃 大概 1.2 5.1 5.8 2 6 7 9 9 1 买了这四件套特别特别适合夏天春天 我觉得我看它还有一封信 包装的很好 少女刚收到寄件的内心活动 哇这还是什么 它还增了个小小手提包 哇这个好可爱 然后一封信 然后这两个应该是枕套 枕套好大 每次的枕套都很大 这是被套 这种花色的 我觉得会很好看 然后它搭配的床单呢 是这种纯色的 这种马卡龙的绿色 不要赶快洗了 找机会换上 喜欢 开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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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我们这的炸甩 这是鸡刹骨 就是酸奶吃 贴心 这个我来贴心 我们一起 PD仅 New Year's Eve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